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视频 很多小伙伴都很喜欢看斗罗大陆 斗罗大陆是根据同名小说改编的 很多小伙伴之所以喜欢,是因为它的还原度十分高 今天我们就来说说,唐浩为何一直隐藏在赛场暗处 看过最新剧情的小伙伴都知道 面对仓位学院的七位一体融合剂 唐三假装受伤,趁对手大意 直接破了他们的七位一体融合剂 最终导致对面七人全部变成白痴 这时候塞拉斯作为主办方,可不能不管了 他其实一直想要除掉唐三 于是出面当场给史莱克学院下马威 可即便是面对这种情况 唐浩依旧没有选择出面 这一点漫民们还是比较好奇的 因为在魂式大赛中,几乎没有人知道唐浩的到来 只有剑斗罗察觉到了唐浩的存在 而唐浩究竟在隐藏什么呢 唐三已经面临这种基本无解的局面了 要是他还不提着浩天锤出手的话 恐怕唐三就会被塞拉斯给解决了 不过看过预告的小伙伴都知道 当时关键时刻拿出了教皇令 最终打发走了塞拉斯 好了,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 咱们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